中外运航运 刚公布了他们的一些中级的业绩 当然是从这个营业方面来讲 我们看见有一个超过10%的上升 但是从这个经济润方面来讲 却出现一个倒退 这反映出什么 这个反映出我们留意到 市场的所谓航运的量 虽然是提升了 但是从竞争的价格上来讲 这个对他们的一些营业状况来讲 都是有个较大的一个负面的压力的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还是要留意到 这个竞争环境 会导致了他们的一些盈利的倒退 同样的反映出 整个这个航运市场来讲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物流市场来讲 还没有完全达到一个回复到 这所谓金融海啸之前的水平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的一些预期 还是要调整一下子